跳的台湾 好啦 那Isa就離隊了 雖然這裡又不是說真的闊得 就是不是很闊啦 應該由極初頭已經踩錯了 這裡挺漂亮啊 好的 給大家感受一下這裡的景色 Chris 你在哪裡啊? 你在哪裡啊? 你是不是走錯路啊? 這裡就好像一個回復的安全區 就是這樣 一出來就 繼續打仗了 故意用鋁鋁過來也不錯啊 有些山路比較多 制動力會好一點 我們已經知道風貴了一開波 沒多久已經轉錯了 難怪我感受到周圍的環境 為什麼好像進入了另外一個關卡 這個關卡是支線關卡 現在不是主線的關卡 糟了 現在已經1點16分了 12點的時候請過來 現在一個小時你現在在哪裡啊? 見到我們看到的這個路口 黃色斬斬斬斬 轉過去 沒錯 又回到單車的路口了 來回主線任務了各位 呼 好了 繼續了 不要錯了這次 一有 就是沿著紅色這條線 對啦 可能我真的不知道哪個位 沒有看到 其實你說很累又不是說很累的 自己感覺到還有多少力 我是怕 回程太久而已 還有電量不足 其實都沒什麼電的 要換電 好看喔 幸好封櫃咀也不是很難踩 剛才踩完那條回來 哇 我會覺得這條很容易 支線難過主線 使機本吧 上啊 順利是你的 勝利是你的 連著紅色的線 應該前一點的位置 走錯了 現在時間已經過了 3小時 39分 目前的時間是 1點 23分 2點前到頂 紅色線代表 重要的主線任務 覺得是前面這些位置錯了 對呀 我應該就是這樣燃燒發之方 去錯了 是不是 等等 紅色線在這裡 下斜 它又 沒有了一條紅色線 over over 看看 兜回頭 over Isa打給我 看見了 它變了來這邊 望風跪咀 完全看不到 你的風跪咀應該引得前一點 麻煩你 那條路真是 第一次踩 拍片有時候很多時候有這些意外 但是有意外的話我覺得不代表不好 是很好的 就是條條片都一式一亮好悶的嘛 就是每一次出來踩單車 這裡有點落斜了 但是這裡是平常的 Logo還在 反回正路了 應該不會再錯了 紅色線是不一定對的 看Logo 我還以為不停上車 再加把勁風跪咀 5公里 燃燒卡路里220 大卡 那暫時 可以看到用力踩吧 4.5公里 暫時都是 輕鬆地踩 不會說太辛苦 5%咯 看到嗎 8幾步這樣上 不會說太過吃力 我初時以為這裡是大山的難度 有人說是大山的難度 但其實沒有 也有些人會說 這裡是適合 新手過來踩的 問回我自己 覺得這一段路是偏向 什麼級數呢 我會覺得是新手 是 因為有很多平路 還有下斜 所以 極多回憶位 這條路又好踩 不用說了 這樣 有了Logo 又有些 打氣的標語 令人熱血一點 這裡下斜後就很斜 這樣的話 暫時沒有大山 前段這些位置 我都覺得 都挺容易應付的 南海什麼圓 看到嗎 寫著 藝圓 繼續上 不知道是什麼 是否種的花花草草那些 這裡真的有山feel 爬山feel 十分之一 山是feel 十分之一 對了 爬車大山feel 前期 就熱身 後期 就開始 真的爬山了 有兩個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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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肚餓 一趕就 上山頂真的要吃多點東西 熊仔湯是不夠 差不多四個小時 曬菜了 大巴仙了 大山了 真的大山 沒錯 但是它是容易的 大山 你的朋友在上面 我的朋友在上面等著我 多謝提醒 看來他們聊了很久了 已經熟到 知道 我是哪一個人 小心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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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可以了 他們先小心 拜拜 哇 好熱啊 踩到這個位置 辛苦不辛苦的 是開始肚餓的 真的 3公里 我的电量可否捱到山顶 如果画面突然断片 断片了 就是没电了 现在真的在想要不要抄去近海 真的有机会影响到明天 2.5公里 剩下的长度是先 好了 正式宣布真的没电了 部机断片了 唉,打算一脚上去 但没办法,它没电就真的没办法 因为那些电都藏在背部 那里有点难拿出来 继续了 这里有平路又有回气 唉,还打算那粒电可以捱到上顶 是不行的 用尽它 这里一定没错 有标记 哇,应该就到了吧 因为2.5公里真的差不多了 最后还要是平路了 最后要是平路 最后要是平路了 真的 是因为要快到顶 所以它没有那些牌 加油那些牌 有没有什么最后五百米 那些最後衝刺的感受 大塊牌,最後是100米 好像有牌,慢一點 再加把徑 1公里 快到了 山頂就在眼前,0.5公里 加油 哇,很漂亮,上到頂 最後是9% 現在看到了 你好 你好 你走粗路嗎? 是呀 我去到其他地方打卡 但你現在還去到那邊嗎? 我感到 我去了,我去了 強烈出結 現在的天氣,那個方向不太適合在北海岸那邊走 再加上你明天要去模擬我 我覺得我就慢慢走 好 上面也有些東西 對,這邊再上1.5公里,有腳飛 你們真的等了很久 這樣 是呀 是呀 我看到你有打電話給我的 是呀 其實我盡快踩上來 我已經踩上去 是呀,小事… 然後我繞在這一邊 但其實是繼續轉這邊 我就是那個轉的位置 轉錯了 T字形左右 是呀,就是很開波的位置 轉錯了 轉到右邊 是呀 右邊就錯了 很多人 回到任務百合 有問是跟P走所有的人 很涼爽 幸好我踩錯路那邊 它有個露營場 有個裝飾 我看到 是呀 對 你們拍照了嗎 拍照了嗎 風貴咀 好,讓大家看看 上到來風貴咀的頂競 這就是風貴咀 這就是風貴咀 哇 多涼爽 先透一透 讓腳鬆一鬆 放少了 還算人到 對啊 你看他媽 要便宜 開水 讓人到 食物 直行还是 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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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 5指杉 5指杉 它好像比刚才的特别好 它很开人 而且 стан车仪转 还有设置 哇这场景很美 还有旁边的环境 看看,這是Bife的主題 拉雅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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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就是我的午餐 還有一隻小狗 和大家一起,現在6公里下山 拉雅拉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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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燈的意思是甚麼 黃燈是自己看的 我自己看,我正在想是自己看的 其實是自己看的,但紅色是想你停一停 對 喂,大頭 上車上得那麼辛苦 好,這個 就真的爽了 17秒 其實很遠時間 不然慢慢來到 但這些突然轉過去,是甚麼意思呢 拖紅燈 哦,我正在想 為何有時候,我看到紅燈 是否基本上所有行人路都可以踩單車 是 但你要先讓行人 我知道,但這裏就算是單車站 都是行人優先 所以理論上,單車站 除非要做這種危險的事 你是警示作用 你不可以說他躲著 哦 我看到公路車多 我想說,有很多女生踩公路車多 剛才我已經看到 咦,不是這幾位紅燈師兄 Hello Hello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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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這是假王 對 他的能力是可以控制腳 好,就到我們分開那個點了 你們要上這條旗 要在我們拍照那裡嗎? 是啊,就在我們昨天拍照那裡 但我們現在登上去 是啊 踩到這裡阿島就跟我們分開了 也很感謝阿島這一天的大路 有機會下次一起踩 接下來的畫面就非常可惜 因為我手機拍得太久的關係 它死了機 所以之後的畫面是沒有了 不過很幸運 ISED那一部機一直在後面溫暖 所以就有個畫面給大家看得到 我們回去住宿的期間 就發生了一個追逐戰 那就可以讓大家看下去了 好,來到這個位置 就可以看到我們沿著自行車 回到孟華區住宿 然後前面兩位台灣單車友 我們是不認識的 只是剛好來到這個位置 看到他們兩個的速度又差不多 所以跟著他們 然後可以看到紅色衣服的馬來西亞車友 就上前 那我就跟在他後面 其實紅色衣服的這位馬來西亞車友 他一直都在我的後面 就一起踩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收慢了 可能就覺得收慢了 所以他就上前 就帶一帶 那我就順勢跟上去 那這條路其實都有其他人踩的關係 而且不是踩得太多次 所以我就保持一個遠一點的距離 我跟人就會保持兩個車位以上 這樣跟 那我就覺得安全一點 又可以保持到這一個的速度 對啦 那因為條路比較順 還有順風的關係 所以踩的速度是四十多的 但是我覺得都挺輕鬆的 都不用說太用力 就已經可以保持到這一個的速度了 對啦 那在這個位置就可以看到馬來西亞車友 就繼續帶頭 然後是我 接著旁邊有些聲音 開始聽到 對啦 那長頭髮的另外一位台灣車友上前 速度是更加快 那我就想著 又有一個人可以帶得快一點 那我又可以快點完成這段路 快點回到住宿休息 那當然就跟上去 對不對 那因為本身如果是自己踩的話 都已經踩了一個比較長的距離 我打算在這個位置休閒一點的踩回去 但是有人 大頭就不同說法了 那在這個位置可以看到 Isaac再上前 接著長頭髮的這一位 台灣的單車友 哇 來回一個交流會 台灣的交流會 那這一位台灣的車友 另外一位的車友 又再上前 那在這個時候 對啦 我又再補位 這樣跟上去 那又是一樣 保持兩個單車位的距離 這樣跟上去 可以見到長頭髮的 一名單車友 就沒有跟上去 Isaac沒根本 哎呀!尾巴了!尾巴了! 可以看到Ise就說沒力了 其實這位長頭髮的單車友都聽到他好像說了些話 但我聽不到在說什麼 來回一個遠鏡先看看 可以看到台灣最頭的那位單車友在大頭 我一直在後面跟上去 最後跟到大道程的碼頭一起收慢 我想大家去到大道程的感覺就是有點像圓周仔的感覺 大家有個共識 收慢去到終點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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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現在回到我們住宿的地方 最後我踩了89.2公里 我本身就預計可能踩到100公里 不過就沒有踩到那麼遠 然後也踩到1522的爬升 也很少說踩到那麼高的爬升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換衣服了 出去夜市 真的去做一些平時去旅行會做的事情 找一下好東西吃 可以看到被打破 我正在過這篇 特地帶著手提電腦過來 我們已經來到南機場夜市 是不是這樣叫的? 沒錯 雖然這裡是機場 但它叫做機場夜市 三個雞肉 可以吃東西 可以先走一篇再看看 $25 $25 $25港幣 頭四個都是 對 烏妻飯裝 這裡是 是不是兩頌飯那些飯 好像是 兩頌飯是對受人歡迎的 純手工地瓜球 有人告訴我這些 不知道什麼球 在台灣是一定要吃的 叫它的一 沒吃過 它自稱是銷手冠軍 試一下它的銷手冠軍 好 這個就是台灣 南機場夜市的 一個飯 豬膏飯 豬膏飯 不是 新高 剛剛吃完它的冠軍推介 吃完之後覺得感想是 不太合我的糖味 準備去吃其他的食物 串燒 剛剛吃了 可以 可以 小吃一小串 可以 我也試一下它一串 我們有那個炭燒雞扒 就已經拿到手了 準備找個地方吃一吃 很多人 你自己撕一撕 是這樣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先吃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裡面是這樣的 我剛剛就已經吃完一塊了 下面那些是骨泥 有一點點骨 份量上面其實也挺多 吃下去也挺多 肉 挺好吃的 價錢是很便宜 65元 十多元的港幣 如果在香港吃類似這樣的街邊 一拜扒 可能要二十幾三十元 地瓜球是有幾隻味的 賣到地瓜的QQ球 地瓜球已經完成了 然後Isa就買了一個甘蔗汁 餃子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有點像小丸子 一粒一粒 嘗嘗 剛才本身吃這個地瓜球 都沒有什麼油 很均真的 對 還要記下 還要記下 哪個是第一 哪個是第一 我覺得很好笑 下到禮了 真的很糟糕 現在補給車 就還未到 哇 超高的 這裡 去到沒有領恆 真的是很累 我現在一是過了7%以上 我就覺得很累 累 真的累 我攝影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哇 超過了 超過了 身體 Content